國際佛光會在海外是募得了 近50萬劑的嬌生疫苗 並且是發函給機關署 希望能可以提供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還有軍警 神職員來進行施打 而雲林縣也在今天 宣布啟動了自購的疫苗作業 對此指揮中心是強調了兩大原則 由中央政府跟原廠簽約來簽購 並且統籌分配執行 疫情緊繃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 四處爭取疫苗 雲林縣府啟動自購疫苗的相關作業 決定將委託鄭昌榮生計公司 以嬌生莫德大AZ為主 專案進口疫苗 預計採購一百萬劑 只要等中央點頭答應 就能夠進行採購 而早先國際佛光會送出公文 希望衛福部同意專案核准 申請疫苗進口 將近五十萬劑的嬌生疫苗 將提供第一線醫護人員 軍警以及神職人員施打 嬌生疫苗只要施打一劑 兩週之後就會有防護力 保存在二到八度的環境 相對比較便利 但同樣有頭痛和發燒等副作用 指揮中心對於地方政府 及民間外購疫苗 雖然鬆口開放 但是仍然堅持中央嚴格管理 我們都表達我們很高的一個協議 盡量在整個運送來去的時候 都盡量希望能夠 不要再透過第三手 確保這個疫苗的安全 那我們當然也會做相關的一個檢驗檢查 那這一次的COVID-19的疫苗 因為不太可能走 專家認為既然已經提供了自行採購的途徑 希望能夠早些核定 群體免疫的速度 可能會比現在快上好幾倍 記者新聞想王一仲台北報導 好 現在大家都在問疫苗呢 那包括了台北市長柯文哲的 雙北的疫情持續延燒當中 那就在柯文哲昨天怒嗆了 美方這個萊豬軍火都賣給台灣了 疫苗卻援助的很緩慢 加上指揮中心仍然堅持 和疫苗取得得由中央還有原廠 來訂定相關的企業 講白了蔡政府統籌說了算 相關的細節還有規劃呢 也都是指揮中心說什麼就算什麼 不是嗎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又再度炮火全開了 酸喔 挪一點錢買疫苗 綁樁腳都不用花這麼多錢了 來聽一下他今天的最新說法 因為活放戰這個疫苗是這樣 常常說要進到台灣才 要真的能夠拿到手可以打才算 所以我們也不曉得說 那個木得是什麼意思 但是還是那句話 不要為了面子 不要為了意識形態 甚至不要意氣之爭 因為這個現在考慮的是台灣人民的生命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可以買 所以應該是 我跟你講以區紓困你知道 要花幾千億 去年就花兩千一百億 現在聽說要花多少錢 六千三 我跟你講 抽十分之一 抽六百億 買疫苗 就把這個事情就解決掉 你小錢買疫苗解決 你不解決 然後再搞個六千億 這白鞋子也不用那麼多錢 政治還是要有良心 你開六千萬 開六千億 白鞋子你乾脆抽十分之一出來 買疫苗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所以還是一樣 你現在一放鬆 馬上疫情就爆發回去 我也不太贊成 但是拖久了 台灣的經濟也受不了 以區花六千多億去搞什麼什麼紓困 不如把挪一筆錢 國際上買得到的疫苗 全世界已經有18億的 將近18億的疫苗已經打掉了 台灣要買個五百萬不是那麼困難 有錢也不是沒有錢 所以政府還是要想清楚 你知道嗎 做該做的事 不要老是想去做那個奇奇怪怪的事情 好不要再想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了 接下來繼續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我們現在主評還有三萬人 趕快來到我們子評 不要忘記今天晚上八點的新聞 還是有雙開的 那接下來繼續看到了現在疫情 持續的延燒當中 但是台灣的疫苗相當的短缺 剛剛柯文哲喊完話之後 還有包括了各地方政府 還有企業團體 都只能自謀生路 紛紛的打算要用自購疫苗的方式 而繼台南南投縣政府發出了公文 表示想要採購疫苗 佛光山也指向了指揮中心來發文 表達了購買疫苗的意願 剛剛前面也有完整的新聞帶你來掌握 對此台北市議員羅志強也有話想要跟指揮中心 來強調一起來掌握 佛光山的疫舉真是一個即時雨 我們大家都應該感謝他 但是這也凸顯了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佛光山可以去恰彈出 五十萬劑的疫苗 但是一個民間單位可以有這樣的一個 購買疫苗的能量 反觀我們的政府到現在為止 所有的疫苗的數字都是用喊的 八月十月什麼時候要打到 民眾其實遙不可置 而且好像我們也只有AZ可以打 佛光山能夠談到五十萬劑的疫苗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到現在為止 能夠進來的疫苗也不到百萬劑 那麼這樣的一個效率到底不符合人民的期待 這些所有的數字 所有的民眾的心聲 以及每日不斷的攀高的死亡人數 每一個破碎的家庭跟悲劇 難道打不動蔡英文的鐵石心腸嗎 所以我們還是鄭重的呼籲我們的政府 真的不要再堅持意識形態 不要再找各種理由卡三卡四 現在台灣我們來打疫苗其實都已經慢了 在排隊等待過程當中 那些等不到疫苗而染疫甚至身亡 或是留下重症的一個終身影響 以及家庭生計遭連累的這些民眾 他們要向誰去訴苦呢 所以放下傲慢 那麼傾聽民聲 好中央弄不到疫苗 現在不只地方政府 還有相關企業都很跳腳 國外也看不下去了 現在日本也要伸出援手了 根據兩家日本媒體報導 日本政府已經開始 跟英國藥廠阿斯特捷利康 也就是AZ疫苗的生產廠商 要來進行合約的修改協商 為什麼呢 他們想要讓日本採購的AZ疫苗 可以提供給台灣 包括了日本經濟新聞 以及FNN都報導了 日本政府跟AZ所簽署的合約 當中呢 是不可以轉讓給其他國家的 因此呢 如果要提供給台灣的話呢 就必須要獲得AZ的理解 日本媒體就表示了 日本政府的目標 就是為了要緊急協助台灣 因為台灣在疫苗取得進展是沒有的 日本政府日前呢 目前是已經將採購輝瑞 BNT的疫苗 以及美國的莫德納大約呢 是有2.4億劑 可以供日本的大約1.2億人來施打 而日本政府呢 目前沒有把AZ疫苗 列入公費的施打項目當中 那之後呢 有任何的進展 我們也會隨時為您掌握 好 那麼看到了 持續疫苗的部分 世界衛生組織在29號的時候就示警了 新冠疫苗要整個疫情要結束的話 必須要全球至少70%的人口都要接種疫苗 才有可能實現 這項數據呢 是由世衛歐洲區域的辦事處主任所提出的 他認為人類的疫苗接種率達到最低的覆蓋率 也就是70%疫情大流行才會結束 同時呢 克魯格他也很擔心 新冠病毒的這個變毒株呢 有非常強的傳播力 尤其是變種這部分 由於時間對人類相當的不利 因此施打疫苗速度得要更快才行 那麼疫苗生產的速度呢 也成了當中的關鍵 請多unky 請好 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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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